再来看到台南永康的高速二街 在15号下午发生了追撞事故 当时有一台吉普车为了离让救护车 才刚踩刹车 下一秒就有后方的小货车猛力撞击 导致吉普车又往前滑行好几公尺 而只是为了离让救护车无辜遭撞 让驾驶也很无奈 国道高架桥底下救护车警笛大响 黄色吉普车才减速离让 没想到下一秒遭到后车追撞 一阵刺耳刹车声响 只见吉普车被小货车撞上后 滑行好几公尺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户车鸣笛闪灯 行驶到高架桥下 吉普车驾驶才踩下刹车离让 却遭到后方小货车撞上 当下猛烈撞击力道 只见吉普车被撞得老远才停下来 事故现场吉普车后车门凹陷 被抬盖也破裂 而照射货车车头也回损 事发在15号下午2点多 台南永康区高速2街 当时陈姓女子开着吉普车 为了离让救护车才将车辆停下 没想到遭后方货车撞上 好在两名驾驶都没受伤 尽管不用开罚 但警方依旧对肇事货车司机 违规祭典 只是吉普车驾驶 离让救护车却遭后方货车追撞 但救人如救火 恐怕只能想着做好事 但是心里比较好过 接下来我们一起谈的报道